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后唐 后晋 后汉 后周 一个又一个朝代 在短短五十余年的时间里 上演着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权力更替 史称五代 然而天下大事最终必将归于一统 在经历了锋烟弥漫的战争之后 历史车轮终于又一次驶向了一个大一统的王朝 大宋王朝 宋 上成汉唐之风 下起明清之志 华夏民族之文化 立数千载之眼镜 造极于赵宋之时 烟柳化桥 风帘翠木 参差十万人家 这是一个灿烂的时代 农业进步 商业发达 中国最早的纸币 最早的活字印刷 都肇事于资 然而 宋朝也是一个充满忧患的时代 千丈里 长烟落日 孤城壁 朱强桓寺 编幻贫乏 契丹 女真 党相 北方的游牧民族 一直寄予着富庶的中原大地 有人玩笑说 这是一个最值得穿越回去的时代 他的繁荣 从一幅出自张泽端之手的画卷中 就可见一般 也有人遗憾说 终三百一十九年国作 只可惜北宋无将 南宋无相 那么 拨开重重的历史迷雾之后 真正的宋朝 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皇朝 在宋朝之后兴起的元朝 虽然疆域辽阔 但却只有不到百年国运 这其中又暗藏着怎样的历史规律 江崎师范大学教授方志远 登林百家讲坛 为您倾情讲述系列节目 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第一集 太祖建国 不知不觉我们的国史通鉴 已经讲到宋元了 在隋唐五代的最后一集 我们说后洲四中才龙 率军北上 要夺回被后十进堂 隔浪给弃丹的燕云十六州 但是天护英才 染病而归 不久死去 享年三十九岁 他的儿子 柴宗逊 基本 那么 周四中柴龙的英年早逝 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焦虑 刚刚启航 并且展示出良好发展势头的后洲 他将进入一个危难的时期 这样一个时期 人们称之为主少国矣 什么叫做主少国矣呢 因为他继位的君主叫财仲逊 这个时候虚岁还不满其水 那个时候有一个流行比较广的传说 传说什么呢 说是财荣北伐的时候 他一边指挥前方的战争 一边批示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门数 为了安全起见 一切用度都是从东京开封印到前线 那么有一天 财荣在一堆的书信 一堆的物质里头 发现一个围囊 什么叫围囊 皮带子 这个皮带子里头 张作一块木板 这块木板长大概两三次 上面提了五个字 哪五个字 点茧做天子 这应该是谣言 但是古人呢 把这种谣言 一般又视为一种称训 一种预言 所以财荣就不免胡语 这什么意思 明摆着 将来点茧要做天子 这个点茧就是当时进军统帅的名称 叫殿前都点茧 当时做殿前都点茧的事 是财荣已故的养父 后周的太祖国威的女婿 叫张永德 这个张永德呢 不但是财荣亲戚 而且着战勇猛 特别是在高贫之狱里头 奋勇真心 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说是救了财荣 后来又劝说财荣 诛杀临阵退决的项铃 所以深得财荣的这种器重 那么由于受到这个点茧做天使的 这个谣言或者是称语的影响 财荣回到东京变量以后 做出了一个重大的人事上的变动 让赵邝印 也就是后来的宋太祖 截任殿签都点茧 张永德 一作他用 关于这个根换祖赛 可以说也有两种解释 怎么个解释 第一 是财荣决定要破除点茧做天使的 那个称语 张永德既是国威的女婿 同时又履历战功 在军中就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他具备做天使的这么一种资格 所以财荣给他换个位置 让资历更浅 阅历更浅 和后周也没有什么瓜葛的 赵邝印做点茧 但是 中国一句话叫 人算不如天算 天算不如不算 最后点茧还是做了天使 这是一种解释 人们又有第二种解释 一种什么解释 说财荣的这种安排 是干脆顺应 点茧做天使的那个称语 说既然万一天命不可为 点茧还真是要做天使 那么也要让一个更加恰当的人来做 而不能让张永德去做 那么也用这个传说 或者这个记载 以及其他的传说 实际上指向一个事情 或者说是为一个事情 来云造他的合理性 为哪个事情呢 为 赵邝印日后的 陈桥兵变 狂袍加深 来制造合理性 财草荣死了以后 七岁的财宗逊 和他的母后 共同理成 但是一个是七岁的小孩 一个是年近三十的一个少妇 都对国家这种治理 没有一点的经验 所以周就在宰相范之 在宰相王普的这种率领之下 援助他的惯性向前推荐 一切看似风平浪静 但是 斗兰风起云涌 就在财隆去世以后的第二年 公元九百六十年 正月初一日 官员们正在哀刺 来向太后 向少祖 诸贺新年 就在这个时候 前方来了紧急军情 所以七岁和北汉 联兵南下 七岁的冰风 已经直指正走和定走 也就是现在河北的正定 和定县一带 北汉也东出太行山 这是一个极其带有震慨力的 这么一个信息 一边是祖少国仪 一边是大敌当前 在这种情况下 宰相范智 经过寝室少祖 寝室太后 那么命殿前都点减赵匡印 率兵北上防御 赵匡印接到带兵出征的命令后 便立即下令 让并非亲信的慕容颜昭 率领前军提前一天出发 然后自己亲率大军 来到黄河岸边 一个名为陈乔义的地方 陈乔义 地处河南省丰秋县 公元960年的正月 在这里发生的一件 充满传奇色彩的大事件 让这个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小小驿站 成为了人们当时关注的焦点 而这一事件 直接影响了中国之后 三百余年的国运走向 那么陈乔义事件 究竟是怎样具体实施的 在这一过程中 又是谁作为主导的呢 宋史的太祖本记 比较简单地记载了这一次经过 五谷 作为主义 那个时候正是真月 五谷的寿天上未亮 军事集一门 集哪个一门 陈乔义的 义战的大乱 宣言彻典简为天子 或子子 有人就劝处 众不听 词明到天亮的时候 有人必请所 就来到赵匡英 住的睡觉的地方 太宗入白 太祖起 这个太宗就是赵匡英的弟弟 那个时候叫赵匡英 那么太祖起 太祖是谁 就是赵匡英了 赵匡英一起来 发现 住校路任列于庭 曰 住君无主 愿车太尉为天子 还没有来得及回答 位积队 由于皇一家太祖身 众接罗拜 团团地向他跪拜 呼万岁 这个事情 通过这种记载 极其地简单 这就是著名的 城桥兵变 他的核心点 是黄袍家审 那么他的主角 毫无疑问 是赵匡英 主要的决策人 和执行者 是二赵 哪二赵 一赵匡英的弟弟 赵匡义 二赵匡英 归德军的长书记 叫赵普 这两位才是真正的策怀 一切按照以下部署 来进行 第一是选准时机 这个时机 选择财龙去世以后的第一个 元旦 也就是正月初一 实际上 后洲的北边 因为有北汉 因为有西丹 所以小弟前方的摩擦 那根本不算一回事 从来没有中断过 但是 在大年初夜 这份紧急军报 西丹和北汉的联兵南下 这是一个谎言 是一个伪军报 是一个伪军情 没这回事 但是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 第一 这个时候大家都在欢天喜地 第二 这个时候来不及反复地讨论 特别是去年 四中财龙已经北伐 那么今年 契丹和北汉的出兵南京 在逻辑上是说得通的 当时最大的威胁 恰恰来自于这两个政权 所以宰相范智 请示少主 做出了派赵匡应出私的 这么一个决策 那么有朋友也会问 说赵匡应不是进军统帅吗 为什么要制造这个谎言 他要选择这个事情 因为后洲的进军 他不是一个系统 他有两个系统 一个是叫殿前军 赵匡应是这一支军的统帅 另外一个叫四位马步清军 那是另外一个系统 特别重要的是 赵匡应虽然是进军统帅 但是调动进军 却需要皇帝的命令 所以这一步 他的要害 在于通过制造这个假情报 通过选择在这个时期递进来 让赵匡应得到统帅进兵的 这样一个机会 这是第一 第二 制造舆论 有了军队了 难道你就认为这支军队可以帮助你判乱的吗 是不可以的 这就需要造舆论 需要进行鼓动 结果有人挺身而出 当然都是策划好的 进行鼓动 这一位叫苗迅 是一个军校 当时的军队里头都有这种人 专门观天象 专门查地理 这个苗迅就是这个人 那么苗迅在行军途中 或者是驻扎在城桥的时候 突然仰望上空 并且告诉身边的人 你们看天上出了两个太阳 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太阳的上面 有些记载说是下面 还有一个太阳 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 当时的天象到底是什么样 但是我们可以断定 即使天上只有一个太阳 它也可以说成是两个太阳 大家说这不是指路为马吗 应该说不是人能都可以 能够看到天象 或者会看天象 它可以告诉你 就有这么一种天象 经过它一说 还得有人附和 那么附和它的 是照框印的一些亲密 大家一传十 十传百 于是军中人们都在传言 说天上出了两个太阳 这就是天意 什么天意 改朝换代 换皇帝的天意 这还了得 这是第二 第三 挑动将士 照了舆论还不够 还要有行动 那么有人挺舍而出 来复制于行动 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叫李处云 他应该是进军里面的 高级将领 那么他怎么办 他和他的同伙 在将领之中 进行串联 说这个天意 说要点减做天子 这个天意毫无疑问 点减做天子 于是 大家一起 在傍晚的时候 就来到一战 来找赵匡 赵匡 赵匡应在干什么 赵匡应这个时候 说是睡觉了 喝多了酒 正在 醉睡之中 那么于是找到赵匡应的弟弟 赵匡 义 赵匡应就 把李处云 带着去见赵普 这才是真正的主性 这个时候赵普将近四十 赵匡应 二十出头 那么正在议论间 将士们等不得了 大家一拥而尽 有人说 现在必须要定天子 做军已经乱了 大家都知道天意了 听到众人这样一说 赵匡应和赵普 大肆意见 声色俱利 说典简 效忠于朝廷 谁让你们说出这种 无君无户之话 这是要灭族的 众将一愣 但是有人继续说 天意如此 要我们怎么办 那么赵普和赵匡应 反复地劝说 让大家再也不要说这个话了 也不告诉赵匡应 让大家回营去 明天要出征 众人好不容易劝走 片刻又回来了 当然这里头一定 又是有人做工作 那么回来干什么 说不行 叛乱谋反的话 已经说出去了 那么今天 变也是死 不变也是死 既然不变还是死 不如变 怎么变 起兵 赵匡应和赵普 反复地劝说 大家坚决不从 既然这样 二赵就问 我们等到点减醒过来以后 要请示他 如果他迫于无奈 同意你们的想法 那你们愿不愿意 听好练 大家一听 当然愿意听好练 你看看 这就是挑动将士 让他们骑在虎背上 骑虎南下 既然这样 第四局 调出林外口 立即派人 到开封送信 送给谁 送给赵匡应的副手 和老朋友 殿前都指挥师 和殿前都以后 那么这两位 都是赵匡应的副手 早就在等口消息了 立即进行部署 作为看看 如此重大的行为 只要通报就可以 说明 说明赵匡应的行前 是做好了布置的 那么这一边 天还未亮 将士已经聚集在一起 天刚亮 有人就入刃 带着刀 就来到赵匡应的监视 赵匡应这个时候还在睡 当然都是假睡马 听到外面嘲杂 立即 批而起 这个时候已经有人冲进来 也有人把黄袍夹在他的身上 然后大家一起跪伴 赵匡应在无赖之下 在众人的出勇之下 来到军前 军队早已经整张待发 然后宣布三条戒令 你也可以说 阅法三条 说当今的少主和太后 是我北面而沉执着 朝廷的文武百官 都是我的同僚 那么进入开封 必须善待他们 这是其 其二 黎明百姓是我们的父母 进入开封 不许掠夺百姓 第三 从我令者上 为我令者斩 三军昏死 于是出洞 但是这个出洞 不是向北 都黄河 而是出洞 向南到开封 那么 来到开封 早有人在这里等候多时 十守信 王审齐 这都是得到信的 十守信 是殿前都指挥师 王审齐 是殿前都移口 那么迎接大军 兵不雪任 进了开封 到了开封 这个时候 曹林正在上朝 还没有散朝 当时的宰相 范智 得到这个消息 大惊四射 抓住 同僚 王普的手 说 床处 遣将 五倍之罪 我们匆匆忙忙 就派兵遣将 后果 没办法收拾 据记载 王普的手 也被暗自的指甲 扣破了 但是没有办法 这个时候 有军校 已经来到朝党 把他们一群 文武百官 押送到 赵匡英的 殿前司的衙门 赵匡英一看 同僚全来了 连忙着座位上下来 声泪俱下 说了一句 非常动情的话 说 武寿四中后文 为六军所破 一旦致死 残覆天地 将落此刻 当然是表演 但是 这个表演 也有真情的流露 觉得对不住 四中财老 人家尸骨未寒 欺负人家的寡妻 和少子 这个时候 早有将士 忍耐不住 说今天 必须把这个事 定下来 王普和 一群文官 武官 统统跪下 范子一看 大势已去 墓已成舟 也跟着大家 一起归拜 三夫万岁 那么这样一来 通过这样一场 有计划 有预谋 而有兵不认血的兵变 一个皇帝出现了 这就是赵匡英 一个朝代出现了 这就是宋朝 因为赵匡英 做的节度是 他是归德军节度是 归德军的节政 是在宋州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 桑丘 所以基于桑丘 以宋 作为国号 这就是宋朝 赵匡英死了以后 被追妙号 为太主 所以我们说的 宋太主 唐宗宋主里面的宋主 就是这一位 赵匡英 陈乔义事件 让赵匡英 终于如愿登上了 帝国权力的顶峰 他改封厚州公帝 柴宗迅为正王 由此开启了 大宋皇朝的序幕 但是 如果事情只是到此为止 那么赵匡英的行为 跟五代时期 其他夺取权力的军阀 基本别无二致 如何才能打破 五代乱局的恶性循环 让天下真正归于太平 是摆在这位 新任君主面前的 当务之急 然而 赵匡英接下来的做法 却真正显示了一个 开启伟大帝国的 王者的风范 也将他与五代时期 其他的军阀 彻底区分开来 这一切 还要从一场 不同寻常的宴会说起 那么 这究竟是一场 怎样的宴席 他又为大宋皇朝的 稳定发展 起到了怎样的 促进作用呢 虽然做了皇帝 但是赵匡英 心里不踏实 为什么不踏实 因为他这个皇帝 是通过一场兵片 而得来的 如果哪一天 另外一位皇帝加身者 和他的属下 把剑 把刀架在你的脖子上 那该怎么办 所以赵匡英担心 担心他甚至有的时候 说是睡不着枕 卧不着席 那么该怎么办 既然自己是动用进兵 来皇帝加身的 那么就必须 收夺或者削落 进军将领的兵权 那么进军将领主要是谁 我们刚才说到的两个人 施首信 王沈齐 当然还有其他的进军将领 怎么办 这就出了一个著名的故事 这个故事叫 悲酒是兵权 要说酒真是好东西 赵匡英的陈桥兵变 是以酒装醉 来避免在前台的尴尬 那么这一次继续用酒 虽然已经是军产 但是曾经又出身入室 曾经又是老伙伴 老朋友 所以喝酒的机会 还是多的 这一天 赵匡英又把众人 请来喝酒 相谈甚宽 酒之憨处 赵匡英几次想提起这个话筒 几次应该又把话吞进去 但是最后还得说 于是让旁边的宦官 宫女正在事后的回避 说我们现在是老朋友说话了 别在这里 然后端起酒杯 对大家表示感谢 说我何德何能 由于诸位的推载 诸位的帮助 我们现在打下了江山 我做了皇帝 要真心感谢你们的帮助 大家很感动 皇上如今做了皇上 还这么念旧情 于是一饮而尽 赵匡英又端起酒杯 但是这个皇帝并不好做 我是度日如年 还不如原来做规德军的节度室 做都点减 大家一听 这个酒就没办法到了 赵匡英把酒杯放下 说这个位置 谁不想做 就这一句话 众人的酒已经下醒了一半 都望着赵匡英 那不可能的嘛 天命有归 谁还想有这个非分之想 赵匡英干脆把酒杯放在一边 说你们作为兄弟 是绝对不可能 但是如果有朝一日 你们的手下 把刀架在你的脖子上 把黄袍披在你的身上 你干还是不干 所有人的酒都瞎醒了 于是统统跪拜在地 说我们还真没有想到这个 真是皇上思虑之身 那么怎么办 也希望皇上救救我们了 赵匡英端起酒杯 一饮而尽 这个时候已经进入夹境了 他的表演 然后把和赵普反复捉摸的台词 深情并茂地向主人进行诉说 说人生如白鸡之过细 所谓好富贵者 不过欲多鸡金钱 后子余乐 使子孙无贫乏 什么叫做富贵 人生如白鸡过戏 什么叫做富贵 无非是多弄些钱财 让子孙后代不受穷 如此而已 尔朝何不失去兵权 出手大翻 则变好田斋述之 为子孙利永远不可动之业 多知高儿无女 日饮酒相宽 以终其天年 你看这个主意好吧 你们把兵权放掉 然后到外面做节度使 然后看到好的田 好的宅子 把它买下来 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 永远不动之宅 然后多养一些歌儿 多养一些舞女 然后天天喝酒 天听音乐 这是何等的快乐 你看看 皇帝给他们画好一幅 这样的蓝图 还有不仅如此 我且与尔朝越为婚姻 君臣之间 两无差仪 上下相安 不以散服 你们考虑一下 这多好 这就叫蹄服贯挺 既然不要这个权 就可以得到利 还和皇家言音 子孙万代 想富贵 何乐不为 于是大家继续抠头 说谢谢 感谢皇上 指点秘境 那么到了第二天上朝 赵匡胤 举目一看 一些熟悉的面孔不见了 十首信没有来 王审奇没有来 其他的进军将领没有来 说是病了 上不了朝了 赵匡胤心里高兴了 这才叫铁兄弟 这才叫说到做到 你们既然对我各位 我也对你们各位 不杀共产 放置大范 廉子分音 永世富贵 对于渴望大展宏图的赵匡胤而言 黄袍加深与杯酒士兵权 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陈乔义 不过是他17年帝王生涯中的 一个小小驿站 杯酒士兵权 也并不是他心中的抱负所在 他真正想要做的 是要给五代以来的乱象 彻底画上一个句号 开创一代盛世皇朝 然而 赵匡胤首先需要面对的 便是自唐末以来 便各自为政的地方政权 毕竟 杯酒士兵权 只能解一时之急 如果不能实现真正的常治久安 新兴的大宋帝国 也有可能成为继五代以后 第六个短命的皇朝 那么宋太祖赵匡胤 将如何从根本上提振国家的实力 在这一过程中 他又得到了哪些能臣的帮助呢 请继续收看系列节目 国史通鉴 宋元时代 第一集 太祖建国 不过要说的是 所谓杯酒士兵权 毕竟是权宜之急 还不是有制度上的保障 所以赵匡胤跟赵普又在琢磨 杯酒士兵权 解除了一时之忧 但是万代之忧怎么办 从唐末五代以来 为什么天下乱纷纷 我们用什么解决的办法 可以处理好 赵匡胤就问赵普 说天下自唐纪以来 数十年间 帝王凡亦八姓 战斗不信 生民徒弟 其物可不兴 无欲系天下之兵 为国家长久纪 其道合鲁 为什么说是凡亦八姓 唐朝的李姓是一个 南后后梁的朱姓 后唐又是李姓 后晋的石姓 后汉的刘姓 后周的郭姓 柴龙加上赵匡胤自起 那么如何才是长久之急 赵普说 此非他故 八个字 方正太重 君落成巧 就这八个字 今所以自知 亦无他其巧 唯捎夺集权 自其勤国 收其精兵 这天下自安也 很多人对赵光映看不起 什么原因 没有家庭背景 没有受过什么教育 更瞧不起赵普 什么原因 没读过什么书 赵普说 我还真没读过什么书 连论语 我也只读过半部 但是 就靠这半部论语 我们可以治天下 所以一个典故 叫做半部论语治天下 就这么而来的 那么学术实际上是多种多样的 有多条途径 诸书历硕 开门授徒 这是一种做学术的方式 但是 冷静观察天下大事 提出治理的方案 这同样是一种学术 那么赵普指出天下大乱的根源 八个字 方正太重 君落成强 那么如何怎么办 八个字的方正 叫治其前骨 收其金兵 那如何才能做到这八个字 如何才能治其前骨 如何才能收其金兵 北宋如何才能长治久安 我们下一期再说 谢谢